就是A1D 就是A1D 就是撒环兵器 撒环兵器 如果遇到原地到了 没有呼吸吸料的时候 就跟他是东西来用 用火用电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发生重大公共意外 危害你我的安全 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板桥区港德里里长 邀请民生消防分队 举办消防安全宣导活动 告诉居民哪些事项应该多注意 才能够保护大家 在以前的建筑上方面 对我们消防的知识举常识比较少 那今天就有请我们新北市议员 王淑慧王议员 还有我们民生的消防局民生分队 还有我们的傅宣跟凤凰志工 来协助我们里内 更了解一下我们预防消防的知识 我们是民生消防分队 很高兴今天受里长邀约 会来汤城社区做防火防灾的宣导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预教于乐的方式 把我们的防火防炫的一个观念 深入在到各个家庭里面 让小孩从小就教育学习这些观念 来让居民直接认识 遇到灾害的时候 自己如何自救 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很多问题的发生 甚至于当邻居有难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站出来一起抢救 民生消防分队透过多元宣导 以及预教娱乐的体验活动 邀请小朋友穿上厚重的消防衣 感受打火弟兄上火场灭火的感觉 也希望让他们知道发生火灾的可怕性 今天的活动最主要当然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宣导 就是防火宣导 但是我负责的部分是我们的救护 这个区块道院之前的紧急救护 那这包括了CPR跟我们的AD的指导方式 在这边做一个很及时的宣导 希望我们的民众能踊跃来这边来学习 今天港德里办这个宣导活动 就是希望说把我们所学的一些防火知识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一些防火 天灾地震一些的知识 让这些知识可以传达给更多的人 今天穿这个消防衣 有没有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热热的 这一次消防安全宣导活动 不仅民众了解对居家火灾预防 出其灭火以及避难逃生等消防安全之事 消防分队并建议家中有老人或小孩 或是居住在五层楼以下建筑物的居民 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在第一时间知道火灾发生 才能够有效进行出其灭火 并增加逃生的时间 降低生命财产损失 确保居家安全 数位天空新闻 板桥报导